好,各位好,好久不見了 今天來介紹我家的國籍 以前介紹過,現在是盛禪 所以從七月到... 大概七月初大概就開始了 可是那個不多 那現在已經八月十號了 八月八號,今天是復興節 那還可以長兩個月吧 到下雨季來臨 你看,這麼多的種子 這麼一大串 有沒有看到 有些還是綠的,有些是紅的 那現在紅的 所以我一個禮拜來摘一次 那給廟裡面,或是給教會裡面都可以 長得結結實實的 然後呢,我發現 在比較多的陽光呢 因為它生活的不是很好 好,要半陽光 半陽光 然後半陰暗 你看這一邊就長得比較多 然後呢,後面那邊也長得比較多 那這個是韭菜 韭菜花 現在韭菜已經太老了 那整它結脂吧 那它落下來 這個什麼薑啊 我也不知道 還沒試過 等試的時候再說 再為你介紹 那我們這邊是華盛頓地區啊 在西雅圖南邊 你看 所以適合種 種這個枸杞 你看 長得結結實實的 你看綠色的一大串 你看那這邊我摘過了 你看 紅色的 然後綠色的 都還沒摘 你看這邊也是 你注意看那個綠色的 很多啦 一大串 所以再長兩個月應該沒問題 嗯 然後它是落葉的 這個 夏天會 秋天 冬天會落葉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來撿枝 去年我撿好多 現在都又長出來了 所以生命實在是 很奇妙 你看 真的真的很奇妙 把握你每一分每一秒 不要把事情看得太重 沒事 無事 看有沒有把什麼事情都當成沒事 然後繼續做 做你該做的事 那你就得到了 成仙了 也不是成仙了 就是 你會心情愉快的 OK 好 就介紹到這邊 國籍 國籍呢 有人說每天吃九顆 那個 百病 不 輕啊 OK 好 然後 那 國籍呢 我現在 今天這個要 要那個 Dry 就像那個外面買的一樣 那個乾的國籍呢 很不容易 可能太陽不夠大 新疆可能太陽比較大 所以他們可以 那 我只能 用 我找到方法 就冷凍起來 那你要煮菜的話 就把它倒進去就好 冷凍是可以的 而且現在冷凍的那個 溫度都比較低 低一點 好 就介紹到這裡吧 謝謝各位 請訂閱傳業點讚 拜拜